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雪兒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靈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巨蟹會盡全力地避免 跟討厭的人在同一個場合裡 如果不得已一定碰到 那麼就算碰到面擦肩而過 他也會完美地假裝沒看到 就算不得已眼神碰到了 也會給予你一個 你絕對感受得到厭惡的 高難度禮貌微笑 也會對你做出很多小的惡意舉動 但其他人絕對不會發現只有你知道喔 所以囉 就算你去跟別人訴苦 我好像被那個巨蟹討厭了 其他人也會說 你想太多了啦 他不會這樣對你的啦 他對我們大家都很好 我看他也沒對你怎樣啊 這會讓你有一種 我是不是進入平行時空的感覺 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確定 我真的被他討厭了 雙魚討厭你 你一定會知道 而其他人不會發現 不過這是雙魚自以為的 其他人不會發現 因為雙魚是用於一種各種冷漠 各種忽視 團體當中聊天也會避開跟你對話的時機 或不想跟你對事 一方面他們不擅長跟人正面衝突 所以他會盡量避開跟你碰面的時機 遇到困難也不會對討厭的人求助 寧可自己都花點時間去學 並且這個避開 有時候蠻明顯的喔 他會說 就先不要這樣比較好 那他一直避開誰 那就是他在討厭誰囉 雙魚其實也不太主動跟別人說 他討厭誰啦 但明明跟討厭的人說話嘴角都會抽搐 所以囉 周遭的人都會知道某某某 可能被雙魚討厭了 雙魚還會感到很壓抑 覺得大家怎麼都知道呢 明明明顯到不行好嗎 一個很氣很氣你的母羊 是不會跟你正面衝突的 但他會在網路上發不具名的發洩文 可能寫著說 你看我能忍到何時 事情講得不明不白 就是希望讓討厭的你看到 自己來找他道歉 可是遇到你 他又會裝沒事 如果你問他 你碰的那篇文是說我嗎 他也會說 對啊就是你啊 我討厭的就是你 直求攻擊就用在這個時候 不過 搶開了誤會化解的母羊 也是會原諒你的 只要你有好好的溝通 首先 他會把你惹到他的部分 一一數落給你聽 然後封鎖你 把你趕出他的世界 因為死要讓人死得明明白白嘛 然後之後呢 他就會表現出你對他來說就是個笑話 他完全不在乎你的感覺 但你以為他斷得很乾淨嗎 你錯了 他時不時還是會回去看一下你的動向喔 看一下你有沒有過得很慘 天道有沒有輪迴在你身上之類的 某哥這首朋友就因為被渣男劈腿而分手 前一陣子這位朋友就做了一張 這個劈腿對象的發胖後跟發胖前的對比圖 然後傳給自己的閨蜜一起嘲笑 雙子其實是很注重社交禮儀的 但當他討厭你的時候 他才懶得管你的感受的 與人交往 通常雙子是很注重整體的氛圍 但他討厭你就會故意表現出討厭你的樣子 還會揪大家一起來欺負你 那平常的雙子座呢 就算很懂禮貌 但要耐心聽完朋友的話也不容易喔 通常就在那邊嗯哼嗯哼的想趕快句點你 那更何況是討厭的人 連聽三個字都懶 最明顯的是不耐煩之情 就是你明言表喔 覺得你快點閉嘴啊 水瓶座不隨便討厭人 也不愛吵架 但是當你被水瓶座討厭 那你一定是超級超級討厭人 而且水瓶座討厭你也會讓你知道 免得還要裝作喜歡你那很累的 不只讓你知道也會讓周遭的朋友知道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討厭這個人喔 你們自己注意一點喔 不要把我們怎麼桌子安排在一起啦 有他就沒有我啦 這種事情不用我說吧 你們自己看著辦 但如果水瓶要跟人正面起衝突的話 他會裝作聽不到別人的指責 就只想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會壓抑情緒波動 讓你有點看不出來的摩羯 就算討厭一個人也不會有很強烈的表現 遇到你他還是會露出微微的笑容 讓你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求生之道就是裝好人喔 但回到家的摩羯看到討厭的人的訊息 是死也不會點開也懶得回你 死下能避就避 而且摩羯對於討厭的人是不會封鎖的唷 目的當然是要以你為戒啦 他偶爾要回去品味一下 討厭的人又發了什麼白痴貼文 是蠻有趣的啦 天秤是這樣子的 他們即使很討厭一個人 表面上真的會維持風度 坐在同一個地方也是沒問題的 他不會跟對方撕破臉 而且甚至他還會幫討厭的人講話喔 就算他很討厭對方 他還是會說 可是他應該有苦衷吧之類的 讓你搞不清楚他是討厭他還是沒有 這樣做的原因當然是想符合他心中的公平啦 有些天秤也會走很高級的討厭路線 那就是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 比我討厭的這個人還要優秀 默默地把你比下去 處女座對於喜歡或在乎的人才會嚴格喔 因為處女座是很唠叨的人嘛 所以常常會唠叨你東唠叨你西 哪天他不念你了恭喜你 你已經被他列入黑名單 或他已經對你毫無感覺 當他討厭你根本懶得理你 你做得好做得不好干他屁事 所以他也不會白臉色給你看 不會對你笑也不會對你兇 因為他根本不在乎你了 切乾淨了打從心底部把你放在眼裡 連恨都沒有了 天蠍座如果要討厭 那就是真的討厭了 天蠍會有意識去隔離 到哪裡都會特別注意 那些人會不會出現 畢竟這很容易影響他的心情 所以如果你請客要請天蠍 天蠍很可能就會問你還有誰出席 或者是我就是這麼討人厭 請不要介意來我列個黑名單 不要跑他排在我旁邊 加上天蠍其實有時候記性也不太好 那可能他為了很怕自己忘掉了 這個壞人幹了什麼壞事 所以搞不好有一本小本本喔 把事情寫得盡量清楚 因為不寫他會忘記 金牛討厭你是會直接跟你斷交的 因為他們不介意少你一個朋友 真的他們朋友很少也沒有關係 而且有些金牛座那真是討厭你討厭到 也會說服旁邊的人一起討厭你 金牛座可以把討人厭的人啊 講得會聲會音 讓大家身力其境 想不跟著討厭都很難 而且金牛還滿喜歡大家一起罵的 同仇敵看一致把矛頭指向那個討厭鬼 像一個軍隊一樣對你發動攻擊 這會讓金牛座覺得 嗯 我有朋友 獅子很少討厭人 畢竟他們希望自己為人光明磊落 沒有陰暗面喔 但被他討厭的那就是他心目中的小人嗎 另外還有一種獅子是討厭比自己優秀的人 沒辦法啊 因為這個獅子太想當王者了 很怕被取代 所以即使表面上說他很優秀嘛 但是其實每天都很緊張 很怕自己被優秀的人給取代了 他就會拼命的想找出你的弱點 然後會提醒別人注意這個人的缺點是什麼 來告訴大家這個人沒有那麼優秀 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呃 像這種情況下 你叫他怎麼接納你呢 有點難吧 哇 聽完這麼多討厭人的各種暗潮洶湧 那你要趕快回想喔 有沒有默默的其實被某個星座討厭了呢 還是你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我會檢查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